好,我们来看看云南最近发生的这个泥石流的情况 就在10月22日上午中午10分11时 受到进取的这个强强影响呢 在云南省卢水市老窝镇中原村 跟荣华村交界处的这个松茅河 发生了这个泥石流灾害 造成的中原村断水断电 朝间到六库 南平到六库的公路完全的中断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这个突发云石流这个情况 你看云石流突发的时候呢 它冲毁了附近的这个村庄一些农田和道路 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来势呢 非常的凶楼 破坏的程度也是非常的大 你看现在这个泥石流滚滚的来啊 从山上高处滚滚的来 它直接就冲毁了附近的这个农田和庄稼 而且把附近的道路一些村庄也被冲毁了 朝间到六库 南平到六库的这个多条公路呢 就完全被中断了 有一辆参加强险救灾的这个车辆呢 也被这个泥石流给冲走了 还有多辆这个车说的不同 程度这个受损 此次泥石流呢 来势非常的凶猛 破坏程度比较大 到当天下午17点38户呢 当地的政府以及安全 转移了周边的群众86户384人 目前呢这个泥石流发生之后呢 暂时是没有人员伤亡的 具体受灾的情况呢 当地政府正在统计之中 而在此地呢 在以往呢 也曾经突发过这种泥石流的这种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以往发生泥石流这种情况 你看现在看到这个泥石流 是之前发生的这种情况 也是非常的迅速 你看这个泥石流 从山上吹下来 把附近这个小汽车都给冲毁了 然后顺着这个道路直接冲下来 你看把这个小汽车都给冲毁了 你看这边也有一条河里 也是在这个泥石流的过后呢 把这个道路给冲毁了 前段时间在内际上 陆江桌上江镇大同志福利宴附近呢 也是发生了这个山坑更迷失了 然后当地有多名群众呢 受到这个围困 当地陆江桌的这个救援中心呢 接到报警之后呢 就立即跳外 然后这个救援也要前往赶赴现场来进行救援 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当初山坑爆发之后的那种景象 山坑爆发之后呢 在伴随这个泥石流出 冲击的这个附近的村长 然后道路的路面都会重复 然后当地有不少的一个群众受到这个洪水 跟泥石流都围困了 所以在此呢 也提醒一下遇到这种泥石流山坑爆发的 这种突发情况的话 应该尽快转移到安全的这个位置 不要在堤湾堤段或者一些河道的地骨的位置来停留 一定要尽快转移到高处安全的位置 一定要注意安全 走 知道愿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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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